很开心在这个8月份的Shopeline抱你之直播节目 在跟大家再次见面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Cassie 如果说今天大家对于我们的主题内容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都可以留言 因为Cassie旁边还有放一只手机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帮你做回复 如果说你是Shopeline的店家 或即将要成为Shopeline的店家 也没有问题 你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旁边留言 好,在今天的直播正式开始前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新的趋势 因为我们在直播之前 有先跟大家做一点小小的问卷调查 其实今天的直播 有占七成的观众 可能都会是有经营实体店面 跟是网路电商的部分 所以各位今天的主题可以好好的听一下 如果说你是使用Shopeline开店的店家 更务必要好好地陪我们一起观看这场直播 好,近期内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新的好消息 就是昨天台湾终于迎来了这三个月以来的加龄 就是疫情这边,疫情数是加龄的部分 那大家应该都很期待也很迫切的 希望实体店面的人流可以再复苏 那让整个销售的业绩可以再提升嘛 那尤其是在说呢 政府这边也有提供了就是五倍振兴券的这个规划 所以如果说各位品牌店家你们是有经营实体通路的 如果你很期待这个五倍券跟接下来的人流复苏的话 可以告诉我一声就在留言区跟我们跟我们聊聊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五倍券跟这个疫情的复苏 OK好 那这边的话跟大家分享几个新的所谓的近期内的零售趋势 第一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近期内真的是在零售产业比较火红的这个虾皮 虾皮他最近就是做了一个电道店的门市 那他电道店的门市很酷就是他在台北市各大地区 然后广开二十几间的门市 那他就直接写他的名字叫虾皮电道店 那大家就是理解说 以前在虾皮的地方在app上面消费购物 可能都是到超商取货嘛 那虾皮这次开了这个电道店的服务呢 其实不晓得各位观众有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你们有什么另外的想法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说 你怎么看这个虾皮的电道店物流服务呢 对你们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 OK那不论好坏呢 其实我们这边品牌店家可以借进的两个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还是 不管你今天有没有经营实体的店面 都可以去尝试从线上到线下 或是线下到线上的这个引导跟导流 那虾皮这边做电道店的服务呢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线上订购 然后实体店面取货嘛 那这个服务呢 不仅能够让虾皮在未来有机会增加更多元的商品贩售 跟更多元的服务推广以外呢 也可以吸引到非电商的消费者 那的眼球跟目光OK 所以呢他在这一次的活动上面 基本上他们还是有搭配到优惠券的引导 让消费者愿意从线上订购 然后线下取货 然后到这个虾皮的电道店门市去体验跟感受一下 虾皮这一次的这个取货服务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其他也是一种噱头啦 就是也是能够造成一波品牌上的话题 所以各位如果有经营实体门市的话呢 同时也有经营官网的话 不妨可以把官网上的这个消费者也都引导到实体门市去看看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在疫情趋缓的这个期间 其实疫情之下 其实零售业者的表现都是蛮良极的 那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的消费报影之直播节目 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有分享过这个数据 那如果说各位对疫情的疫情期间的一些数据趋势有兴趣的话呢 消费这边还是有一个电子电子书可以去下载 那小编晚一点再帮我发到那个留言区 大家可以去做下载的动作 那其实这边在跟大家分享的表现两集上面 第一个其实就是在整体市场上的观察 其实有导入数位科技能力的业者 就例如说他原本是传统实体店面 或是传统的零售业者 那他如果有开始在疫情前有开始布局到这个线上通路 或者说他自己自营电商 经营官网 或是说甚至这些通路他线上通路他没有进行 可是他有把很多的资源投入在经营社群啊 经营这个顾客的CRM的工具上面的话呢 其实会相较于就是没有经营的 没有布局的这些中小企业就是会再更好一点 所以说其实在这边也是跟大家再次的强调 就是在品牌的部分呢 其实数位化这件事情已经是必修的学分 所以大家如果 现在大家有在进官网的话 应该是都算是有在布局电商或线上这个通路了啦 那就是在看说 现在自己品牌手上还有哪些可以在持续优化的部分 OK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在零售业的销长有三个重要的关键 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很多品牌也是有提到说 我的商品 我的人 第一个是人流就下降了嘛 那实体店面不用说 一定是会下降的 那再来就是说 商品可能就越来越没有人来购买 那这边的话呢 还是会非常的建议大家 还是要回头看一下自己本身品牌的商品力 尤其是在你的选品那品质以及你的品牌形象 还有售后服务等等都会影响到整个品牌零售的这个经营跟发展 尤其是说如果你现在进行电商跟经营实体店面 两边的选品可能也是要有一些差异性存在 OK那再来的话是深耕这个我们所谓的品牌生态圈 那品牌生态圈的部分呢 像小型的零售业者啊 就可以比较专攻一些利基的市场 那做一些客制化的服务 让消费者感受到说 其实你的品牌跟其他的品牌 市面上的品牌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消费者对你的印象还是会比较有深刻的感受 那当然另外来说 如果已经是大型的零售品牌 通常会做的事情就是在水平扩张 还有垂直的拓展上面 OK那如果说各位是在经营官网的 我会非常推荐大家 也是深耕自己的顾客会员的部分 那延长他们就是 这等于说其实是提高他们的新战率啊 就品牌在这些会员啊 顾客心中的新战率 那当然社群经营这块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如果说各位对社群经营有很大的兴趣的话 那个邦理智直播节目前几集 也是有跟大家介绍到这些部分 OK那科技力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不用提 因为其实在今天的直播之前 很多品牌店家有提到说 在整个数据分析上面 其实是有遇到一些问题的 对那不知道在现场观众 42个人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对啊因为大家积极留言 因为我都会看留言 跟大家做互动分享 所以如果说你其实你有遇到 线上跟线下整合时的这个数据问题的话 其实都可以直接留言询问凯西 好那其实呃在这边的话呢 呃新零售的角度其实就是说会从顾客的呃以顾客的维度去出发 那等于说各位品牌业者从以前可能是比较focus在呃我们所谓的商品开发上面 但商品越好越多人会想要买 可是你的会员经营跟顾客的经营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其他是相辅相成的那再来的话是说呃过往可能在经营实体店面的呃品牌店家来说 在数据上面的驱动力是比较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高的 那未来的话呢其实现在透过很多的数位科技工具都是能够帮助到各位品牌 ok好那这边的话也是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觉得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案例 他其实就是呃美国的这个很知名的新鲜超市 我嘛其实他在疫情期间呢 他透过了O2O的这个全通路整合 甚至成为了全美的第二大电商通路 是不是超级厉害 因为Walmart原本他其实是比较布局跟专注在实体通路上面 那在呃疫情的期间呢 透过一些整合资源整合还有就是呃品牌的扩张 那把线上跟线下做足 让他成为了就是最大的电商通路 这点其实真的是蛮厉害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呢 其实跟大家分享 虽然你们可能会想说 欸我又不是这些大型通路 我又不是大型品牌连锁品牌 那可是我身为一般品牌 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借进这些大牌子的就是呃做法 还有他们里面的一些呃重点 好 那其实跟虾皮刚刚提到那个新的趋势 就是虾皮的电道店服务 其实是蛮雷同的 其他也是因为他门市很多嘛 那他就开放顾客做线线上下单 然后门市取货的服务 那其实这一点就呃 大家应该都可以很理解到 那当然说如果各位的呃品牌店家你们的实体店面不多也没有关系 那你就至少是可以去呃通知到你假设你今天店面在台北市好了那你至少可以通知到呃整个双北桃园地区的消费者其实是可以到店取货的 ok 那再来的话是他还有提供这个订阅会员制的服务 那其实这个订阅会员制其实也是蛮重要 因为在会员的地方呢 他做了一个VIP的服务 让只要是VIP都可以到呃可以享有就是当日取到货的这个服务 那对于就是蛮多消费者来说 现在下单其实就是想赶快拿到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服务就能更提升尊容感 然后也会让品牌的整个销售服务流程变得非常的呃妥善 对那再来的话产品面就前面有刚到刚有说到就是商品利益很重要嘛 那产品面的部分他们做水平的扩张 就是收购了服务室跟店子的其他零售商品 那其实包含像是一般超市可以看到的商品 以外呢甚至是跨足了这个时尚领域 那把这些平常大家日常用品会用到的所有所有商品都喊瓜进来自己的品牌 就有点类似说我今天可能是卖卖卖卖水果的 可是卖水果我还在加卖果汁跟卖水果的可能水果果干啊周边商品啊 这样子做产品面的一个水平扩张 那让消费者来到这个Walmart的地方 或是说如果是品牌的话就可以想一下说 是来到我品牌品牌店面的时候或是网店的时候 我可以逛了更多可以买了更多 那带又不失品牌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规划 那另外来说服务面的垂直整合也是Walmart的一个亮点 那他其实就有收购了这个物流公司云端科技的公司 让他可以减少这些外包的成本 那另外来说呢最最最最就是特别的一点是跟大家分享 其实他还有收购跟创立自己的新副牌 然后这个新的副牌其实都是在卖一些比较小众客群的流行服饰 那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 作为一个生鲜店 作为一个生鲜店商 那我卖服饰真的有效果吗 其实从市场的反应来看是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样个性化的电商品牌形象是非常的特别 有别于过往 就是大家对Walmart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传统 比较实体的 那大型零售超市连锁超市 那对于消费 对于比较年轻族群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在创立这个新的副牌的同时 也让Walmart整体的品牌形象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那未来当然就是持续的去养这些年轻消费族群 未来可以到Walmart去做更多的采购 OK 好 那前面跟大家分享的主要都还是在近期内的一些 O2O的案例跟趋势 那这边呢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要怎么样使用Shopline的功能来引导 线上的顾客到你的实体门市消费呢 因为在我们的调查之前呢 很多有填写问卷的品牌 店家都有说到 其实最大的困难点说数据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以外呢 再来就是很多优惠活动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设计 那我们今天就从Shopline的系统跟功能层面来跟大家介绍 不同的一些操作的细节 好 所以呢 到这边 如果大家直播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发问 对 如果是对Shopline的功能操作有问题也都可以直接问 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会用四个四个就是重点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要怎么样子引导线上的顾客往门市消费 那主要就有这四这四点 那我们就一一来跟大家做介绍 好 第一个的话呢 是Shopline独家开发的这个Shoplite数据分析中心 那在这个数据分析中心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刚刚前面就有讲到很多的店家都有说到 我其实有经营实体通路也有经营线上的通路 但是在数据层面很难去做到追踪或者是去做到分析 那如果各位店家你们有同时使用Shopline的网络开店服务跟呃 呃线下的门市post服务的话呢 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呢 你们可以在一个Shoplite数据分析中心里面直接看到你全通路的销售业绩 等于说其实只要开一个后台 大家就可以直接检视你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的这个通路业绩 销售业绩每日的状每日的状况 OK 那当然了大家如果有可以看那个我们的简报画面 其实在这边的这个销售业绩上面除了会帮你列出就是每天不同的营业状况以外呢 还会把呃有一个通路的付款金额比较图 那在这个通路付款金额比较图呢 你可以看到你全通路的整体的呃消费趋势 那例如说呃呃 尸体店面的消费者比较喜欢用LiPay 或者是说呃网店的消费者其实比较喜欢用信用卡刷卡 那像这样的付款方式的差异性就可以成为各位如何引导消费者去到你尸体店面的一个很好的呃数据的 这个这个驱动 例如说实体店面的消费者很爱用LiPay 那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呃如果到店消费使用LiPay呃送一个小赠品 ok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呃一般来说消费者这样子驱动力会更大 好那当然如果你是想要从实体店面呃引导人流回线上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再来的话是商品销售分析 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呃也是蛮重要的 呃如果各位有使用我们的欧托方案的店家也是可以到时候再进到 Shoplan的这个Shopletics 页面来做观察 因为商商品销售分析真的是呃蛮特别的一点 因为刚前面也有讲到嘛就是呃你在镀局你自己的整个商品力的部分时候呢 除非是说你的商品本身数量比较少啦那如果说商品数量有到至少30到50件 不同规格的话呢会蛮推荐大家还是去观察一下线上跟线下的差异性 呃尤其是说如果各位可以在尝试做一些优惠活动的时候去参考这个商品销售分析 那因为商品销售分析我们在Shopletics 里面有帮大家区分了 是整个通路就等于整个品牌里面商品销售最好的表现是哪一些商品 那也可以差异分成网店跟实体店面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得出差异性存在 如果说呃实体店面可能呃呃是假设以服饰服饰类来说好了 可能实体店面卖的比较好或是外套啊呃西装外套啊或者是呃鞋子啊裤子啊这种就可能要试穿才会知道的 那可能销售的比较好那在优惠活动或是一些会员经营上面可以从这些商品去下手 ok那另外来说的话呢可能网店的部分服饰也可能就是诶 brotop小可爱或者是呃罩衫这种比较free size型的这种商品类型或许卖的比较好 那在网路网路上面的这个呃不管是广告啊社群也好都可以朝这样子的商品去曝光会比较会比较有依据 那各位就也不用再烦恼就是说诶到底呃我实体店面要做什么活动我网路上要做什么活动 一切都由数据来说话好 再来的话是也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顾客的分析 因为今天呢你可能会去想说我到底是新客的新客新客的这个给我的这个业绩比较多 还是我的会员收客给我的比较带来的这个价值比较高 那这边的话呢在消费顾客分析页面也是可以看得到 那也可以去了解到不同的通路在顾客的组成上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去想说诶如果是新客假设实体店面是新客呃给的这个成交总额是比较高的 那我可能在新在门市的活动我就会以首购优惠为主 ok第一次消费或者说第一次来店面然后就会送个什么东西 好那再来的话呃如果是熟客比较多的话呢就可以开始考虑做一些VIP等级不同的会员制度 那去引导消费者到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就做这个会员消费累积这件事情都是很不错的 好那当然啦这是在实体店面的部分呢如果使用Shopline Pulse的话也是一样都有在做呃可以看到这个不同分店的表现 那不同分店的表现也可以去查看说如果今天呃呃 呃因为其他部分我所知道的品牌店应该都是布局在百户公司 那实体店面自营的部分可能会稍微小一点可能就只有一两间门市 那不过如果说其实你们是有很多的话呢 其实检视不同分店的状况也可以给不同分店做不同的消呃呃优惠活动 对那再来的话也是员工表现那员工其实就是品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嘛 那员工的表现也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在Shopline Pulse里面是可以直接看到员工的表现包含到他们今天结账的这个销售金额订单量 那甚至是说你还可以拉一个区间来说这一周呃销售业绩王是谁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谁最会卖 那呃透过一些教育训练可能哎让这个员工去分享说他是怎么样子卖的或者说他怎么去做销售的体验服务 那让整个他的业绩变得更好或者说哎给予他一些奖励那让员工之间可能呃对于销售这个动力会更高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去参考这样的报告 对那是那在这个部分呢Shopline的Pulse其实呃在App上面就是等于说如果是实体店面的员工他们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消费呃销售业绩 OK那即时的查看自己的销售业绩也可以搭配奖金的制度去鼓励员工 那大家就也不用担心说可能人流是慢慢的回来没有错 可是那为什么我的销售业绩没有提升呢 那可以再从这不同的面向去下手 好那再来的话呢是网页设计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相信呃已经在经营官网的店家都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边也是做几个重点的这个介绍 例如说哎如果你有呃自己的自营门市的话呢 可以建立一个门市专属优惠的说明页 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哈 因为在线上消费的呃线上消费的这些顾客们是很有机会 到你的实体店面去做呃光临的 那如果说今天你在呃自己的官网上面还是有用处说 哎擦擦门市体验店那来店里是什么 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服务等等的 那也是比较容易激起消费者的兴趣 那这个样这样的页面就会推荐大家要去制作 好再来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啦 如果说哎制作页面比较复杂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自己的官网上面要放上这个自己的呃分店的这个地址 联络电话然后甚至说可以在进阶分宴里面签入地图 然后让顾客可以知道说哎如果我其实今天呃线上线上购买 其实有什么问题我想要到线下去店面去看一下的话 我还是可以找得到这个品牌的 那这对于消费者信赖度也会提升 好再来第三点的话呢其实呃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一个用法 其实就是消费有一个内签客制表单的功能在内签客制表单 大家可以实体店面的品牌各位可以怎么去应用在O2O的这个呃这个经营上面 其实有一个很很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将线上的流量导入到实体店面 或是你的快闪店 就是例如说预约实体门市服务 或者说呃疫情期间你可能就可以推出一个疫情趋缓 专属服务呃到店试穿一个小时 类似是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活动 那你就可以吸引一些线上的消费者 然后愿意到实体店面来做呃体验 因为其实在实体上的体验还是跟线上有差别 那消费者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大家可能会因为疫情真的很不敢 很不敢出门有吗好像都没有 就是大家好像会因为疫情还是有出门啦 对啊就是出门了大家就是现在都有开始打疫苗 陆续有打疫苗 所以大家应该也是渐渐的就是会愿意到实体去做消费 毕竟我我本人就是经常在这个信义区保护公司附近打转 我看人也是蛮多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哦这个人流都不回来 我相信这个是会慢慢的变好 渐入家境 那我们在线上做的事情就只是去驱动这些消费者更愿意到实体店面去做消费 甚至说到电消费的体验如果在服务上面提供的更完善 或者说服务上面提供的特别的不同尊容的服务也好 特殊的服务也好 或者说实体店面才有的服务也好 那都可以吸引到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 那甚至说不管他未来会不会再回到实体店消费 至少你给他一次很好的服务体验 那让他觉得说未来对于这个品牌如果想要购买相同的商品 一定会签选这个品牌或是说加入这个品牌的会员 那这样的话对于各位来说都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好所以这边的话是可以搭配表单 预约的表单 那另外来说的话呢 也可以让就是自己的网店顾客知道说实体店面有做一些消费活动 也有人加一 好奖金制度很需要 对奖金制度很需要 所以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们有做这种就是预议门式的服务 在员工上面是可以规划一下这个奖金制度的 因为这样会让员工更愿意去服务消费者 那对品牌整体来说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好那网店的顾客一定要怎么样知道实体店其实也有一些独享优惠 其实就可以邀请这些线上的顾客到线下去做消费的时候填资料 然后可以再去做一些抽奖啊或者是说送赠品的活动 那其实有一些方式也是可以从门市去引导消费者到线上啊 因为是像是说如果你在门市去做一些可能登录发票 这个台湾品牌蛮常做的吧 登录发票有消费等于说你有发票 那从发票那边去填写问卷做登录的动作可以在后续抽奖 OK像这样的活动就是很适合从实体店面直接拿到顾客的资料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内签客制表单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 可是如果google表单啊 我google表单去做这样的填写就好了 但是我还是会推荐大家用Shopline内签客制表单 因为第一个它是可以直接嵌入在官网上面 不会跳转页面的 那第二点的话呢 是这样的顾客资料可以直接搜集在你的后台 商店的后台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 好那当然是说在后台的这边 如果说你们有做一些什么缩取新品试用啊 这边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看到有谁填写过这些问卷啦 OK那问卷的话 当然也是有管理的权限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有很多不同的门市的话呢 就也可以让店长有这样的权限 然后作为这个活动管理员 那让你们的整体品牌在分工上面会更明确 那管理不同门市的一些活动 好看一下有人问问题 表单每次都要下载资料吗 表单的部分 就是看你们要不要下载资料 但如果说你们有设定就是 通知的email 其实只要每一次有消费者 有人到填写的那个问卷的话呢 都是会自动的发email到那个联络信箱里面 所以凯文就是如果有用内签表单的话呢 记得就是把那个通知联络人的email填入进去 就可以在消费者就是每次有填文券的时候都收到这样的资料 OK 好那再来第四点其实也是今天可能在刚刚一直都有讲到的这个会员制度的部分 其实会员制度跟门市的优惠之间有什么样的玩法呢 因为很多店家都会觉得说我要做会员制度 那我要怎么样子应用在O2O的进行上面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会员制度的这个概念 因为第一件事情是消费者如果今天他知道你有网店也知道你有门市 那如果说今天这两边的一些会员制度有一些不同的话 其实会有点困难 就是记得说我今天到底应该是去网店消费好还是去门市消费好 对那这样就会造成消费者的一些资讯落差 那可能久而久之就有忘记自己有会员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在这个门市优惠的地方我们推荐大家就是使用Shopline的购物金功能 因为购物金的部分其实在Shopline post上面是可以直接做折底的 就是消费者如果今天他是网店的顾客 只要有购物金邀请他到实体门市消费 一样可以折底购物金 甚至是说你也可以跟你可以制定一个活动 类似说这都我现场想的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很怪也不要也可以提出来 就如果你们有在做门市的这些购物金活动的话 假设你今天在肾上VIP会员就是有消费都固定有消费 或是有送他一些什么生日购物金购物金等等的 那他有累积一定的消费额度 像这样的顾客非常推荐大家就是通过各种渠道的方式 去引导消费者到线下的门市消费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要给他一些好处 那不然他为什么要去门市消费呢 你给他一些好处可能像是说拿官网的购物金到门市消费 可以再想blablabla 或者是说可以再抽更多东西 可以再获得更多的购物金 类似是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大家也是可以去做参考 好 那当然我们在功能上面的协助就是让大家可以直接在post上面折底购物金会更方便 那店员操作起来也会更顺手那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服务顾客上 好 那这边的话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内部数据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2020到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统计了双方的店家有发送购物金的这些品牌 顾客的使用率中位数是在24% 等于是说 其实有将近25%的消费者是收到购物金后一定是会使用的 OK 那其中品牌类别的话呢 就以宠物食品跟时尚产业的这个零售店家来说 购物金的使用比率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就是这三个产业类别的购物金发起来 对 好 赶快去制定一个购物金活动 如果还没有还没有做过的话 可以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 好 那另外来说呢 刚才有讲到就是在会员制度跟线上线下之间的区隔 第一个是会员制度 我是不会建议到就是设定很复杂 但如果你想要就是把线上的活动跟线下活动拆开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对 但只是说会员制度的可能一些消费累积上面尽量还是统一 因为这样的话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会比较了解我在线上买跟线下买有什么差别 那在开播之前 因为跟小编刚好在聊天嘛 小编就有提到说 诶 那那个实体实体门市跟网店 我们前面有讲到可以透过去看那个商品的差异性 商品销售的差异性 就可能说网店可是外套卖的比较 网店是brotop卖的比较好 然后实体店面是外套卖的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应用shopline的这个实体店专属价格去做到一些商品的价格的区分 就例如说你在网店销售的价格可能brotop是200块 好那可是你在实体店面你可以直接可能打个九折 有可能190 180块这样子 那把实体的商品价格跟网店的商品价格拆开篮 第一个让消费者有更大的期待去门市消费 第二个就是让店员结账的时候会非常的快速 不用再去想说我还要打什么折 OK所以这个功能是推荐给大家 那在销售策略上面的制定会更有弹性 好那再来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新很新很新的功能 那如果说各位shopline的店家现在有来用 使用shopline post的话呢 也可以抢先的跟我们的线上顾问 做询问试用 OK在这个纯通路优惠的这个功能上面呢 其实就是帮大家直接在shopline的后台 就是网店的后台可以直接制定 看你是要做网店的优惠活动 还是做实体店面的优惠活动 那当然是说如果你今天就想做一个活动 是for所有的顾客 for线上跟线下的会员 或者是说一般的消费顾客 都可以拥有这个优惠活动的话 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纯通路优惠的功能 让当然也是就是店员就不用再去计算说 今天到底要折扣多少 那消费者也可以就是有更好的体验 因为在这个纯通路优惠为什么这边会提到呢 因为在全通路优惠的设定之上 如果说他是网店的会员 网店的顾客 如果你是用优惠卷的方式去做这个活动的 优惠活动的设计的话呢 他们可以在会员中心看到这些优惠卷 那也可以拿着优惠卷的这些代码 然后到线下去使用跟操作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 引导消费者的方式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先做一个优惠活动 假设我们是全管满2000折打9折 然后再送一个什么赠品好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在商店后台设定这样的活动 然后设定一组就是优惠卷的代码 然后给到这些会员 看你是想要给VIP会员 还是给指定标签的顾客 还是所有会员都可以有 那这边就看大家自己喜欢 怎么像设计就怎么去操作 OK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透过社群 你透过官网的一些banner置入 那透过EDM 透过甚至是简讯 那来通知消费者说 我有发一个优惠卷代码 在你的账户里面 可以拿它到实体门市消费 可以再获得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线上引导到线下的这个流程 其实就已经帮大家直接制作完成了 OK所以其实在前面这整个部分来说呢 大家最在意的点是说 我要怎么样子把线上的人引导到线下 第一个除了投广告以外 第二个就是善用你自己 已经有的顾客资料和会员 OK好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就是其实可以在网店的结账页面 你可以去套用这样的优惠卷 那当然你在门市的shoplight post上面 也可以直接让消费者 可能就是他有登录会员 然后可能就扫一个QR code 然后到官网 然后登录会员 然后拿出手机展示一下 就是他会员中心里面的优惠卷的代码 给店员看 然后店员就可以帮他做优惠卷的输入 然后就可以带入折扣 那这样等于说让消费者有一个实际体验的一个动作 也会对于品牌就是 他到店去消费比较会有动力 好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我们从商品到行销活动 到优惠活动之境 到会员制度的设定 到整个就是你在线上引导到线下 流程顺不顺利 通不通畅 这个部分大家都是可以综合去一个一个环节去评估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在商品后台 其实也还是有这个会员点数累积的功能 那现在商品的POSE也可以支援到会员点数的累积 等于是说他只要 只要你在网店后台有设定这个会员点数的制度 他在线下消费的时候 也可以去累积到这个会员点数 那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实体店员如果他要来消费的话 即便他不是线上的顾客 你可以透过这个会员点数的一些 呃 赠品兑换啊 或者是说现金折底啊 等等的活动设计 让实体店面的专属顾客 可能就是纯实体店面的顾客 还是可以再回到你的官网去做浏览或消费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官网就是有安装一些Pixel像素 或者是说 呃 有在投放广告的话呢 就可以再获得更多的追踪资讯吧 所以这些呃 呃在推播他一些在行销的那个广告 所以这边的话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子 从线上到线下线下到线上 就是让大家一直做一个正向的循环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Shopline的会员点数的 赠品兑换的一个页面的呈现 大家就可以呃想想想看要怎么样子去吸引自己的实体顾客 也可以往线上回流 因为如果说各位真的是呃刚好实体店面在的区域 比较不是那种热门热门就是人潮人流非常多的呃地区的话呢 那会非常推荐大家那还是持续的把握住每一个有到电消费的消费者 不论是让他们留下资料还是让他们就是至少有进到你的官网去浏览看看 都是一件好事 好那再来呢前面其实刚刚有讲到嘛 呃透过制定活动的设计 那很重要一点是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有在做这些活动嘛 那很多呃实体门市的消费者其实通常都是会留下呃手机手机号码的这样的资讯 因为像Shopline的Post就是可以输入手机号码 然后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手机号码直接成为会员 那这样呃只要输入手机号码等于说 诶可能五秒内我就可以做完这个会员加入的动作 那加入完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获得他手机号码你就可以对他发送简讯 那在Shopline的后台广播中心 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给 就是你在网店的顾客页面的资料里面有留下手机的客人 都可以去发简讯给他们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今天就像前面你有设计一些优惠活动 那就可以透过简讯的发放 让消费者知道说 诶其实还是可以再到门市去做消费 然后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简讯这个管道 他还是蛮还是蛮实用的啦 就像今天可能很多人来看直播 大家也是透过简讯的通知才记得说 诶今天要来看Shopline报名直直播节目嘛 OK所以简讯这个管道 大家也不要放也不要就是忘记它 OK那EDM或是发送email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尝试 就是不一直持续的去发送 那社群的曝光 不管是Facebook Line或者是私讯等等的 都是可以持续的经营 好那除了刷卖的工具以外呢 最后也是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就是说还有哪些免费工具是可以大家去做 线上线下导流的这个辅助呢 其实这边有三个就是推荐大家去使用的 第一个就是Google我的商家 那其实Google我的商家 呃有经营系列面的店家应该都是有在使用啦 所以我想应该是不需要多做太多的说明 不过第二点就是Google评价的部分也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大家在经营门市的时候 还是要把Google评价做得多一些 就是不管是设计活动 让顾客去呃愿意去Google评价也好 还是说让线上的会员去Google评价 也都是一种方式 那第三点的话是大家也可以考虑 如果真的有行销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去投放像Google区域性的这种广告 那透过广告的方式去曝光你的实体门市 好这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Google我的商家 当然就是推广到你附近 你店面附近的这些消费者吧 当然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在Google的地图上面搜寻相关的服务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找到你的实体门市 那透过这个书位化的方式 让顾客比较容易可以找到你的品牌 所以如果还没有建立Google我的商家的各位朋友们 就赶快去建立 那如果说你在Google我的商家的经营 有一些问题或说出新手入门还不是很了解 怎么办小编这边帮我们准备最新的电子书 为什么呢 因为最新的电子书我们就是跟大家做了Google我的商家的操作简介说明介绍 那免费下载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到那个留言区去点连结下载 好 那再来的话是 呃 这边的话Google我的商家后台 甚至是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数据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些数据来知道说 消费者到底在找到实体通路 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他是透过导航 还是透过电话 还是还有流讯息什么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还是要持续的注意去经营他 尤其是有实体店面的各位 好 那Google评价的部分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了 如果可以就是在实体门市做五星评论的评价活动 或者是甚至是说 你让线上的消费者也可以去你的Google地图上面做评价 因为除了在商业的后台可以做针对商品的五星评价以外 Google我的商家评价其实也可以去推荐 例如说你们家的客服服务就是特别好 或是服务特别好笑 那在Google我的评价上面就可以让消费者 让透过线上客服引导消费者的方式 让消费者也可以直接透过网路这边到Google去做评价 那留下一个好评可能再送一个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客服就是线上的客服也可以成为 就是转单的就是最佳销售员 OK 那当然是说如果有真的不小心不小心有获得负评的话 即时恢复正面回应 那还是对品牌是比较保守跟建议的一个方式 好 然后再来的话是Google的区域性广告 在区域性广告的部分 其实如果各位想要投放就是Facebook广告 当然也是可以 因为都可以去锁定这些区域嘛 那在这些广告上面呢 大家就是可以尽量以实体店面的素材去呈现 就例如说今天你投台北市好了 那台北市的这个区域广告 那你就是做你实体店面的地址啊 活动啊 加入会员的资讯啊 商品啊等等的 那透过这些广告的素材系统 然后去帮你曝光你自己的实体店面 那进而引导更多的人流到电消费 OK 所以这还是不错的方式 那当然我其实也还是蛮推荐大家 如果你想要在店面附近发发广告券也是不错的 因为邻里之间的消费者也是也是蛮蛮积极的 如果大家有再加入一些区域性社团啊 我会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加入那个什么XX区专属社团 那因为在那些专属社团里面都有就是当地 就在你店面当地附近的消费者们嘛 那这些消费者们 你就可以去观察他们到底平常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他们在网络上喜欢看什么东西 发什么文 那什么谁家狗狗藏事啊 这种内容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多多关注 因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你要先知道说 你的消费者 如果线上的消费者都没有办法到线下来消费的话 那你线下的实体店面附近的消费者 有没有机会到你的店面去做消费 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去 透过这些数位化的内容 去做一些观察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Google广告这边也是小小的 也是建议啦 如果你们有投关键字广告的话 也可以把实体门市的地址加进去 那对于就是广告成效 如果有实体店面的话 应该也是多少会有帮助的 那店面的地址跟电话都可以去加入 OK 那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Google广告的话 就非常推荐大家 因为Shopline这边 除了我们有自动的智慧的AI 智慧广告系统 让AI帮你投放广告之外 我们也有专属的服务团队 所以如果你们对投放广告这一块不是很熟悉 那你想要做到O2O全通路上 线上线下的广告服务 那我们团队也是可以协助各位的 OK 好那今天呢其实也是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数位转型的数位转型不能停啊 就是线上线下共挫双赢 因为其实很多的品牌店家可能在线上跟线下的经营 线上可能是自己自己操作 那线下因为经营上面会人数的管理啊 员工的管理店面的营运可能事物比较多 那线上跟线下怎么整合在一起 是比较困难一些的 那这个时候呢 趁最近的机会 这个无备证刑券要推出了 那疫情也加龄了 疫情慢慢趋缓了 那大家开始可以积极的想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子把线上的顾客引回线下消费 或者说线下的顾客怎么在引导和线上 能够持续在这些数位化的工具软体上面 持续与那个品牌互动 那会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循环 那当然是说 如果你只想要做单一的打通通路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 不过会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尽量往就是线上线下 互相流通的方式去操作 对 好 因为互相流通的方式 才有办法让顾客比较长久的 就是留在品牌身上 OK 那当然今天的总结呢 就是有三大个 第一个就是 你一定要掌握实体店面 或是其实这边 小写啦 网店的营运状况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透过数位的这些数据工具 来帮助你了解到 你线上跟线下经营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数据 你才知道你今天可以优化的方向是什么 那第二点的话是弹性的规划 然后管理实体店面的这些优惠 就是做一些弹性的优惠活动 那随时临机应变 随时的去调整你的优惠设计 那接下来 其实节庆也即将到了 到 哎 接下来是什么 中秋节 OK 中秋节五倍券 是不是很多话题可以去操作的 那 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想说 如果我今天卖的商品是比较适合到实体店面 去做购买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子搭配这样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说政府给的补助啊等等的 那这些议题操作等等的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那持续的弹性的就是规划这些活动会比较好 OK 那当然就是那个优惠活动的部分 所以呢这时候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你们也可以更可以知道说 今天我到底是做线上的优惠活动比较有效果呢 还是线下的优惠活动比较有效果 那就透过数据的方式才会一一的了解到不同的 呃经营状况 还有就是行销活动的成效检视 OK 那当然啦就是最后一点也是 期待大家善用不同的工具来协助你制定你的这个品牌 营运跟行销的策略 那最后最后呢就是 呃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表格总结 让大家可以带走的东西 就如果说你们对于这张呃 take away的图片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可以请小编帮我们就是呃 各位私讯我们 那我们就直接发张图给各位 因为我们平常简报是不会提供给大家的 好 那其实在全通路整合的上面呢 最重要的几个几个项目还是在数据分析 那页面的设计跟会员制度的引导上面 那当然有一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是就是 呃自己品牌内部的营运的设计 OK 因为营运的设计能够让整个流程比较完善 那在服务消费者上面也会比较 呃更就是更有亮点 OK 所以大家在不管线上线下都可以去参考Shoplytics上面的数据 那如果你在线下想要获得更多数据的话呢 推荐大家使用Shopline的Pulse 那因为Shopline的Pulse其实除了结账以外的功能 还包含到了呃会员的简单的这个CRM的制度 那还有进销存简单的呃这个盘点啊库存的功能等等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 也是可以再去多看一下这样的服务 OK 那因为ShoplinePulse上面的这些顾客资料都可以在呃直接导回你的网店后台 那会员制度就可以同步 那像刚前面提到的购物金会员点数等等都可以同步累积 所以其实善用这些数位工具来协助你的会员规划 协助你的行销活动推广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最后也是页面的设计 如果说有进官网的各位一定要好好参加利用页面的设计 页面的设计设计的好 让所有在线上有进到官网的消费者也知道有实体店面这个资讯 或是说投放广告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投这样的呃实体店面优惠活动的资讯 那呃这样的内容会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那最后最后就是呃今天的就是报你之直播主题其实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有人说对那个takeover有兴趣 好啊 那有有有想要留那一页的各位店家朋友可以直接留言 小编在帮我私讯 Kick给他们咯 他们要私讯我 好那请大家私讯一下我们 好 哎 Yulia是不是每次直播都有来啊 我有看好好常看到你哦 很开心哎 谢谢大家对那个报你之直播的支持 好 那今天的主题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呢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是直播中途才加入的嘛 其实Shopline最近 最近就是有个最新的消息啦 就是我们推出了自己的Shopline podcast节目啦 这个podcast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聊不同的电商话题 那在这边的话呢 电商话题上面 呃有非常多的内容取向 那我们未来也会邀请不同的品牌哦 来跟大家做一些干苦谈的这个新生 写类史的这个分享 所以如果你们有特别想听哪个品牌 也可以留言告诉Casie 那我们这边都会在 啊 极力的帮大家邀请 我们努力帮大家邀请到你们想听的这些品牌 好 Yulia说尽量参加 谢谢你 真的太好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做Shopline 那持续的呃使用在自己的品牌上面 那大家就是一起携手的成长 整理丰富的内容 谢啦 不会 因为如果说大家对于呃 不管是工具的应用 还是说呃 策略面的规划 大家有什么问题 其实在我们的Shopline 报导致直播上面 都是可以持续发文 因为Casie就是最后都会呃 留下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互动 所以说其实大家如果在进呃 今天主题是欧图欧嘛 经营传统路上面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其实都是留言 我们是可以及时回复的 好 有人问简讯全发功能如何收费 收费的部分可以直接到线上后台 就是询问那个线上顾问 他们会提供你这个简讯收费的价格 好 最后呢 看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那如果说今天的直播主题 你觉得非常实用的话呢 请帮我们分享给就是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或者说有在经营实体店面 或甚至说经营全通路的朋友 那呃 我们今天在这个留言区小编也留下了非常多不同的资讯内容 免费的哦 就像google我的商家的经营的电子书 那还有就是Shopline的Instagram Instagram这边非常推荐大家 平常有在使用Instagram的话 非常推荐去追踪 为什么因为说看到呃 凯西我每天就是可能有机会出现在那个现实动态上面以外呢 现实动态不定时会发送呃 呃行销策略的主题给大家 就是说哎 今天不知道玩什么行销活动 我们都直接在上面教学直接手把手教学 那甚至说小呃 Instagram这边的小编还会呃 不定时的提供大家免费的服务 像上一次就是提供了健检服务我觉得非常的棒 因为我们这边服务到的不只是Shopline店家 如果不是Shopline店家 但是你有在经营Instagram 非常推荐大家也可以来做追踪 那上次的健检活动成效非常的好 所以 再见大家 好 呃有人说想听余社长 余社长 好 我来 我来看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Podcast要帮我去按关注跟追踪哦 对 也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什么 那个Podcast节目上的一些 呃可以在优化和大家想听的内容 我们都可以持续的跟大家做互动 好 这内容可以分享 当然了 你可以帮我们把我们的直播内容分享出去 那我们通常直播内容也会 呃 后续剪辑留下来上传到YouTube的那个频道上面 那非常欢迎大家直接从Facebook分享这个直播出去 那如果你们对于就是刚刚最后这个tag away的 这个简报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呃 私讯我们 那我会让小编直接发这张图片给各位 好 那大家如果对于就是Shopline 帮你直播节目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欢迎再继续留言 我们小编都还是会持续回复各位 那这个月的Shopline帮你直播节目就到这边了哦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 拜拜